好,各位同学,我们请接下来看到95页的例题4 我们讨论某一个平面和直线的一个互相关系 平面1的方程式是2x加y加-z等于3 那下面分别有L1,L2,L3,对不对? 所以我们这时候请你就先把直线的 这是对称比例式,转换成参数式 所以我们就设第一小题的 L1是3分之x-2等于1分之y-2等于2分之z-3 假设它是t好了 那么我们是可以把x去写成什么呢? 3乘上t之后变成是3t加2 y的话就变成是t,然后复合一过来变成是t加2 z的话呢,2乘过去变成是2t加3 好,这个就可以看成是一个点坐标 我们请你把这个点坐标就带进来这个平面方程式里面 把这个点坐标就带入我们的题目的1里面 所以这时候就直接写了两倍的x,两倍的3t加2 去加上y坐标是t加2 减掉z坐标是2t加3 那这时候呢,它说按照这个题目计算会等于3,对不对? 那我们请你把这个括号去掉之后把t算一算 2乘3是6t加t是7t-2t是多少?5t 所以5倍的t会等于 这边的话呢是4加2是6 6减3是多少?3 那一项过来之后呢 3减3是0 所以可以得到5t等于0,t就是0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? 此时的t是0的话,我们带回去我们的xy 带入我们的l1的话,是不是x就等于0加2是2 y就等于0加2也是2 z的话呢就是等于0加3就是3 那这样就代表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点坐标叫做2 2、3 所以这个平面1呢和l1呢就交于一点 叫做恰有意解 这是第一小题的结果 好,接下来我们请看到如果第二小题的话呢 那也是类似的情形 我们请你把第二小题的方程式呢 直线方程是2分之x减1 -1分之y减2 3分之z减1 我们如果假设成k好了 跟第一小题的t做个区别 那这样子的话,x是不是就是2k去加1 y坐标可以去写成-k加2 d坐标呢可以去写成3k加1 好,一样我们请你把这一组点坐标带入我们的平面1里面 平面1里面 好,2倍的x 2倍的2k加1 加上y坐标是-k加2 减掉z坐标是3k加1 会等于多少?3 好,我们请你把它算一下 2乘2是4k 再减一个k是3k 3k减3k就没有了 所以是0倍的k 好,那么等于多少呢? 这边常数向2 再加2是4 4减1是多少? 3 那一向过来这边的话呢 3减3也是0 所以我们要发现 我们0倍的k会等于0 代表说就是0等于0 叫做横乘力 所以不管k是哪一个次数 这个叫做横乘力 0等于0 那所以就代表说 第二小题的这个直线呢 它就会在我们的这个平面1上 那此时就会构成了叫做无限波解 无限波解 那图形的部分呢 就会变成是所谓的重合 因为它是变成0等于0 好,下面我们请看到第三小题的结论 第三小题的话呢 一样它有一个直线方程式 我们假设一下 另2分之x-1等于-1分之y-2等于3分之z-3 刚才呢 第一个是t第二个是k 第三个我们就设成r好了 为了做个区别 好,所以x就是2r加1 y的话呢 是-r再加2 z的话呢 就是3r再加3 好,一样我们请你把 这个看成是一组坐标 带进去我们的平面方程式里面 所以变成2倍的2r加1 加上y坐标呢 是-r加2 减掉第一坐标是3r加3 那它说这个会等于多少 3,我们来做个计算 r的部分先算一算 2乘2r是4r 再减r是多少 3r 后面又再减3r 所以是不是变成是0倍的r 那么长数项的话呢 2加2是4 4减3是1 以向过来3减1等于多少 2 请注意左边是0 右边是2 是不是产生了矛盾 0不会等于2 对不对 0不会等于2 矛盾的话意思是代表说 它这个方程组叫做5减 方程组叫做5减 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第三条直线 就会跟我们的平面发生平行 此时找不到适当的这个参数 让这个式子可以成立 所以立体式这边三个小题 分别有不同的状况 我们请同学特别区别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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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